在高龄化的社会下 营养送餐成为必备的长照服务 而要让长辈们吃的健康又兼具美味 台东县卫生局办理为期两天的 餐饮培训课程 运用在地的食材设计出 14道中西料理 16号学员成果发表会 县长饶庆林特别表扬了 六组技艺务的学员 也希望服务单位能够学以自用 大口品尝学员制作的芒果塔 从县长饶庆林满足的表情就看得出来 美味程度直比满分 由台东县卫生局针对提升长照服务提供单位 长辈致餐食品多元化所办理的课程 经过为期两天的培训 16号举行成果发表 并现场评选出六组学习基欧团队 进行颁奖表扬 我们家能够延长他的健康受许是很重要 那吃的健康 在我们的巨幅食堂 在长照剧也在文化健康站 又跟朋友在一起 那他的身心都健康 尽量这样的话 我们在整个台东这个天然的环境 我们老人家就可以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的一起变老 台东县65岁以上人口约占全县17% 高于全国平均 在健康老化的县政目标下 餐食服务成了长照服务重点之一 十组长照服务单位透过参与培训课程 运用在地食材 设计14道简单制作的中西餐料理 让引发长辈换换口味尝鲜 人经过去年跟前年 就是包括餐盒的制作 还有就是硕形食物的制作 到今天我们更精进的就是 中式西式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化表 我是觉得说可以把这些想法 跟一些idea带回去 运用在我们的部落里面 让我们的长者能吃到更健康 活得更好 差好多 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是新式 对 那我们因为在家里煮的都是家常饭 家常菜 可是今天接触的是一个新的姿势 所以我们回去用在家拖在 过去营养的餐饮总是无法与美味沾上边 现在透过餐饮老师专业指导下 充分结合在地食材 简单制作 以及健康营养等要素 让使用长造餐饮的长辈 吃得更健康 幸福又安心 而学员们未来还能够朝向 餐饮创业的方向发展 记者少佳慧台东市报道